亚洲大学的护士学院 并且今天是护士学院的竣工仪式 虽然在八年期间学费都被冻结 但是护士学院仍旧努力争取资金建成了护士学院楼 把建好这座建筑当作自己责任的两位教授 也因此而获奖 其中尤文苏教授是护士学院的前院长 金明古教授在担任策划处处长时 也积极地提供了支持 韩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困难和爱是无法掩藏的 学生们的笑脸也是掩藏不住的 亚洲大学的护士学院有一种精神 叫做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仍在延续 亚洲大学国际频道高新普为您报道 这家纹美元avia I самое mungkin不是 全有选 neces 这家纹的 我们也要 希望�ans揮 尤 Imm ok血 tub云 如果我们参加地做困难做 Ajoo University